现在就下载北美省钱快报案 查看上百家黑五海报和必买清单 全中文 突发折扣 期程24小时推送 每年的黑五 奥特莱斯都是购物者的天堂 为了这一年一度折扣力度最大的时刻 所有商家都使尽了浑身解数 想要入手折上折的大牌好物 不如就在这个黑五去奥特莱斯扫货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献上 全美五代奥特莱斯的血瓶攻略 开始前 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 点击右下角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更新了 纽约 Uberi 全称是Uberi Common Premium Outlets 是美国最大的奥特莱斯之一 有多达250个品牌驻扎于此 无论是一线大牌还是平价品牌 从服饰 香包 到家居 母婴 大家熟知的牌子这里都有 黑五信息 营业时间 2019年11月29日 凌晨0点到晚上11点 从纽约市区出发 大概一小时就能到达 小伙伴们可以选择自驾 大巴 Uber等方式到达 一般从纽约出发 直达的大巴选择非常多 小伙伴们可以参照以下信息 品牌推荐 洛杉矶 Desert Hills Premium Outlets Desert Hills 好称是南加州最大的outlets 品牌数多达180个 中高档大牌云集 黑五信息 营业时间 2019年11月29日 凌晨0点到晚上10点 从圣盖博谷华人区出发 车程约一个半小时 公共交通如下 品牌推荐 休斯顿 Z Galleria 这是德州最大的奥特莱斯 全美第四 每年客流量超过2600万人次 中心占地240万平方尺 拥有400家商铺和餐馆 还有各种名店 和各个种类的潮流品牌 可以满足一家大小的购物欲望 黑五信息 营业时间 2019年11月29日 早上6点到晚上9点 交通 品牌推荐 这家是奥兰多最大的奥特莱斯 超过180家商店 整个奥特莱斯是典型的开放式商场 但是购物大部分都在室内 不是很受天气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 迪士尼的奥特莱斯店 迪士尼的折扣店 不是每个奥特莱斯都有 里面的商品会比园区的便宜不少 当然大部分款式都是园区已经下架的 所以不用担心在园区里买贵了 黑五信息 营业时间 2019年11月29日 早上9点到晚上11点59 距离迪士尼驾车20分钟左右可到达 离环球影城10来分钟 离机场25分钟左右 搭乘Trolley 每20分钟就会有一辆 大家可以提前看一下路线图 计划行程 品牌推荐 芝加哥 Fashion Owlet Chicago 它就在芝加哥奥黑尔机场附近 公共交通便利 聚集了130多家商铺 虽然店铺的数目不算很多 但是论大牌也完全不输 黑五信息 营业时间 2019年11月29日 凌晨0点到晚上10点 Olet 距机场 约10分钟左右车程 位于IR94高速39号出口 从芝加哥Dontown出发的话 不堵车 大约30分钟的车程 公共交通 品牌推荐 奥莱雪拼攻略 1. Premium Owlet折扣兑换券 凡是带有Premium Owlet字样的奥莱 都属于一个大公司 前往购物之前 务必登录一下它的官网 免费注册成为VIP会员 注册完成后 可得到免费折扣兑换券 有些店铺还允许折上折 2.最新衣的产品 还需事先调查价格 其实Olet并不一定都能提供最低的价格 有些商品甚至没有折扣 如果你对于想要购买的物品 有清楚的计划 最好先稍作功课 记录好市场价格 避免被店里各种虚高的建议零售价 等标价迷惑了 3.结账后先仔细核对 平时客流量少的时候 也许收账错误的问题不会那么严重 但在黑五这种购物旺季 收银员因为扫错了码 打错了折扣 而导致算错账的问题 还是多有发生的 所以建议大家买完东西后 第一件事是原地核对小票 确认折扣和价格这些信息 再数数袋子里的商品数量 都没有问题再离开 4.安排好行程 为了避免买不到最想要的东西这种情况 大家肯定是要早早去排队 最好是分头行动 可以节约时间 也能尽可能多的买到新衣款式 建议大家提前看好地图 安排好行程 到了就直接按计划行动 5.带箱子 带水 带食物 很多人选择带行李箱去逛Aless 并不是没有道理 行李箱的主要优点在于容量大 省力气 解决了女生买的太多 和力气太小的问题 Aless本身占地面积大 往返餐饮区 也需要走动 所以随身带些吃的和水 还是会更方便一些 好了 全美最大的5个奥特莱斯 和雪瓶攻略介绍完了 更详尽的文字版内容 各大奥莱折扣 地图信息等 已经放在信息栏里 预逐黑无买的开心 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